萌蜜吉君,认识一位宝妈,她儿子和我儿子差不多大,她的儿子真是聪明伶俐特别招人喜欢,就是我们嘴里常说的别人家孩子,结束下来才发现,这个男孩之所以这么招人喜爱,和这位宝妈的教育分不开,向这位宝妈取经,从这位宝妈的教育方式中总结了精髓,那就是坚持做这两件事。 别不信,孩子的聪明程度,是在这两件事上拉开茶区的,家长别大意,多和孩子说话,孩子在妈妈肚里的时候,就能感知到妈妈的语气和情绪了,所以受孕机给胎宝进行语言胎教,很有利于胎宝的大脑八语。 当孩子出生后,妈妈不要以为,孩子还小什么也听不懂,给他说太多也是白费口舌,就不和孩子说,不和孩子交流,其实,就算孩子不会说话,他也会认真倾听家长给他说的话,同时大脑也会对这些话,进行一些积极的反应。 所以家长说的越多,孩子的大脑越转就越灵活,语言组织能力也会越来越强。 当孩子会说话了,晚上更不能少的一阵活动,就是和孩子进行对话和交流。 问孩子一天当中发生的事,开心的和不开心的,这种对话已经成为我和儿子的一种仪式。 每晚都要进行,多看书,少看电子产品。 现在随着各种电子产品的普及,孩子每天花在这上面的时间是越来越多。 还看很多帖子说,现在这个年代不让孩子玩电子产品,看动画片就让孩子书在起跑线上了。 我不否认,电子产品对孩子的积极影响,但是电子产品让孩子接受的信息都是被动的,是被限制的。 经常让孩子接触电子产品,孩子的思维和想象力都会被禁锢,这样当然无利于孩子的大脑发育。 而看书,却能让孩子主动的去接受书中传递的信息,自己进行分析与思考。 可是电子产品也能给孩子带来很多乐趣,家长完全剥夺,会让孩子童年少了很多色彩。 我的做法就是给孩子选择权,如果孩子有喜欢的动画片,可以让他每天看一个小时,孩子想玩手机。 平板的时候,就找一些有抑郁孩子的内容并规定时间,同时,培养孩子读书的爱好。 如果孩子要看书,就能减少对各种电子产品的依赖。 总之,从小就让孩子多看书,少看电子产品。 这两件事,你对孩子做了吗? 孩子到底在哭什么? 孩子拉肚子是消化不良,如何判断孩子是否该不该了? 孩子挑食不吃饭是什么原因? 一次真的必须断奶吗? 宝宝怎样才能长高些? 如果你有这些育儿困惑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